大家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死了,你有多少把握进天堂? 是0%还是100%? 当问别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 我有80%的把握进天堂,因为我干了很多好事 但是圣经在以弗所述第二章第八节写道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声音上说,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 如果我们能凭我们自己做的良善 而进天堂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去 圣经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写道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成的荣耀 所以声音上说,世人,男女老少所有人都犯了罪 我不是一人,你也不是一人 所以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做的好事 能够进天堂 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写道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所以声音上说,罪的公价乃是死 我们只要犯了罪,我们就配得死亡 但声音中还提到了第二次死 我们死后,我们的肉体会被埋葬 这是第一次死 但圣经在启示录第20章第14节中写道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火壶就是所谓的地狱,也就是第二次死 所以我们死后,我们要是没有把握进天堂 我们的肉体会死,我们的灵也会下地狱 至今在启示录第21章第8节写道 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赠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五相的和一切 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特别注意,这段经文中说 凡一切说谎话的都会被扔在火壶里 这就是第二次死 我相信每个人都说过谎 我们甚至还做过比说谎还要严重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面对现实 我们每个人都配得下地狱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好人 但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所以他不想让我们下地狱 圣经在罗马书第5章第8节写道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名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神为了不想让我们下地狱 所以他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 我们知道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 耶稣是100%的神 也是100%的人 他是由同志女玛利亚所生 他过了一个无罪的生活 他没有犯过一个罪 然而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 并且他死后他的灵 在地狱里面待了三天三夜 第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 特别注意 耶稣为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都给死了 他并不是只为我们过去的罪而死 他还为我们将来所犯的罪而死 耶稣虽然是为普丁下的人而死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进天堂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才能够进天堂 圣经在十读行传第16章第30节写道 一个人问保罗和希拉 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特别注意 他们说你只要信主耶稣 你就可以得救 他并没有说你要去 你要去教会 或者你要读圣经 或者你要去做好事 他只说你只要信主耶稣 你就可以得救 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写道 神爱世人圣经上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凡得永生 圣经上说我们只要信他 我们就可以得永生 他并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做好事 他只说我们要信他 就可以得永生 特别注意 永生的意思就是永永远远 也就是说你只要相信他 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也就是说你永远不会失去救恩 你一次得救 你将会永远得救 如果你明天去拖了我的车 你可能会被人进 扔进监狱 但是你永远不会下地狱 上帝可能会在这世上惩罚你 但是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救恩 因为上帝向你保证 你要是信他 你就可以得永生 就像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们的孩子干了一些坏事 我们可能会惩罚他们 对不对 但是他永远是我们的孩子 同样我们只要真心相信主耶稣 而不是相信你自己 你就可以得永生 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 所以我想问你大家一个问题 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我们只要相信自己是罪人 并且罪的公价 乃是死 我们都值得下地狱 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而死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们要是真心相信他 我们就可以得永生 如果你真心相信的 你可以这样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并且我配得下地狱 但是我相信主耶稣 为我们的罪而死 并且从死里复活 求我死后 请把我带进天堂 阿们 如果你是真心这样祷告的 你也可以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 进天堂 谢谢